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Leo Traveller 頻道 那這是我們環球旅行系列的第二集 我們要來去新加坡 機場的星耀張椅 那剛剛路徑的速度真的非常 快因為台灣人可以 就是過自動通關 那新加坡現在 是沒有在蓋路徑站的 所以有點可惜 我們護照上面沒有收集到新加坡路徑資訊 那就有點沒有實感的 第一次來到新加坡 那我們現在走在新加坡 機場第二航廈跟星耀張 一連同的空橋 那給大家看一下他空橋的設計 基本上還蠻 壯觀的 那我背後呢 就是新加坡機場的塔台 這個地方就是新耀張椅 好那我們就前進新耀張椅 探索一下這個 有全世界最大室內瀑布的購物中心 這個就是 右邊下角就是新耀張椅的夢 然後左邊呢 就是新加坡機場的塔台 感覺塔台有一些年紀了 我們現在進來新耀張椅裡面了 那我們第一站要去吃 松巴肉骨茶 然後剛好旁邊有福田 福田是台灣有的新加坡菜 好那我們就來去 開箱一下松巴肉骨茶吧 順帶補充一下 我們從T2那邊路徑走過來 大概是15分鐘的時間 好的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我們繼續往地下室前進 我們現在坐墊梅梯下來 那前面是瀑布 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 好我們到了瀑布底部的松巴肉骨茶啦 好我們要準備後味 然後來吃飯 我們現在已經正式進來松巴肉骨茶店了 那我們剛剛已經點了兩碗的肉骨茶 以及一些蔥菜 還有乳菜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間松巴肉骨茶店 這個是 松巴肉骨茶店它的一些 醬料的部分 有辣椒 然後這個好像是醋還是醬油吧 然後還有另外 它有兩種辣椒 等一下我們就不同的辣椒來沾沾 那整間店呢非常的中文友善 不是跟它講中文都可以拖 然後這個 它上桌它就會給你這個 濕紙巾讓你消毒這樣子 好啦我們就期待我們的餐點上桌啦 太棒了我們的餐點來了 那這個是肉骨茶 那這個是排骨 這個應該是 肋排嗎 這是肋排嗎 還是不是 都排骨 好兩個都是排骨 那這個是大碗的 這是小碗的 好感覺大碗的肉就是 稍微再多一些 那這個是 大腸病滷肉 那感覺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那松巴也有把他們的滷汁 就是有販售這樣子 那我們點了白飯 那白飯是 東南亞典型的那種香蜜 它味道基本上有香蘭葉的味道 非常的香 所以感覺是一頓還蠻 是東南亞道地的食物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好我們先來喝一口它的肉骨茶的味道如何 它的肉骨茶基本上算是比較偏鹹一點 那主要是因為它用胡椒調味的關係 那也有一些蒜頭的香氣 所以其實就是 如果自己沒有喜歡吃那麼鹹的話 可以就是買回去 然後自己再就是用 加一些水這樣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下它的湯 都是可以免費的 它就是湯是可以無限續的 會有人來問你要不要虛擋 所以算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是肉的部分 我們就來吃一下它的肉吧 這個肉我剛剛咬了一口 非常的嫩 其實平常沒有那麼喜歡吃肉 但是 每次喝排骨湯都不吃肉 但是這個肉我會喜歡吃 超好吃超嫩的 它燉得很好 我們等很久的海鮮餅 終於來了看起來有一點油 那它是鬆發肉骨茶這一季 新推出的菜品 我們就一樣來吃吃看吧 先來試一個原味的版本 還不錯裡面有魚漿 然後有點像鼻奇 然後有蝦仁 就是一般我們會吃到海鮮餅的那種味道 那等一下我們再沾它的醬來試試看 好沾了它的辣醬 辣醬這個應該是 我們一般在泰式月亮蝦餅會沾的醬 它的精髓是它的辣醬 現在的辣醬之後整個層次感覺不一樣 所以這個海鮮餅也還不錯吃 然後就是要搭配它的辣醬吃 會是獲得最好的味蕾香 接著我們來吃吃看它的滷菜的部分 這是肉還有大腸 大腸的部分非常的軟嫩 那它的滷汁是有一種老滷汁的香氣 所以個裡也是算蠻推薦的 那這個肉它吃起來味道也是一樣的 只是就是不同部位的肉質這樣子 所以它的滷肉配飯再配湯 其實我覺得是蠻不錯的選擇 推薦給大家這是松發肉骨茶店 我們吃飽了 然後當然要把肉骨茶帶回台灣 所以我們就買了肉骨茶 那我們今天這樣吃下來 三個人大概吃了一千多塊的台幣 那這個肉骨茶一盒裡面十包 然後是二十六塊新地 那匯率大概是二十三點多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它的這個肉骨茶的價位是怎麼樣 其實以新加坡的物價來講 這個算是相對比較平價的美食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去探索新藥章 以據說等下九點有瀑布的燈光秀 我們就來去看看吧 我們要來吃這一間叫做 Hurst of Paradise的冰淇淋 那很多人在排隊 那它的餅皮是在旁邊烤的 等一下來帶大家看 那我們就排隊準備來買冰淇淋 好這個是餅皮 然後它就在這邊製作它的餅皮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感覺超讚的啊 我們來到新藥章儀的瀑布了 那剛好趕上九點的秀 那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可惜 好可惜 開車 一人 那麼多 用過 完全 好可惜 這個是新加坡新耀張椅超有名新巴克兩層樓的 然後旁邊有Lady F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買的 我們走出了新耀張椅 那我們準備要去做Skytrain 我們等一下下一個行段往阿姆斯特大航班是在T3 所以我們先走回T2 然後再做Skytrain 等下穿過新耀張椅到T3去 等下要再拍Skytrain給大家看 北捷的味道 我妹說在這裡有北捷的味道 真的有北捷的味道 那據說新加坡的捷運跟北捷也是很有緣緣的 只是這次我們沒有機會體驗 下次有機會來新加坡做捷運我們再來拍 好那我們就要出發去T2做這個Skytrain囉 走走 好我們離開新耀張椅要做Skytrain去T3啦 好我們來到了Skytrain的車站 那準備就要上這個捷運啦 哇很帥的一台捷運 那這台捷運它好像是三節車廂的配置 那可以看到 對面那邊是所謂的境外 然後這邊是境內 所以它的車廂是沒有連在一起的 好車子要開了 我們目送它離站 這個前面看到的是往T1的Skytrain 欸其實還長得蠻可愛的 它是交輪的系統 好對面的捷運也要來囉 那我們就看它近戰吧 哇它這邊軌道配置還蠻複雜的 好那邊有另外一個捷運要過去了 它是兩輛編成的 欸一輛耶 好可愛喔超可愛的捷運 我們要搭乘這個T2到T3的Skytrain 那就是從1連到B 好我們讓小我們的妹妹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從這裡到這裡 對 那等一下就會穿過星耀張衣 就會看到很漂亮的瀑布 等一下再拍給大家看 好捷運來了 我們就拍它近戰吧 好我們上車囉 好新加坡軌道運輸出體驗 那一樣可以坐第一車廂 然後看它就是往前開的樣子 準備出發啦 哇 好快喔 準備前進星耀張衣 我們到星耀張衣裡面了 我們剛剛就在下面走 欸星耀和星巴克在那邊 好我們到了星耀張衣的瀑布 哇 感覺滿壯觀的 不過感覺應該是 白天來會比較有感覺 有機會真的要白天來 好啦我們繼續往T3前進囉 好 T3展到了 好我們搭乘了這台Skytrain 來到了T3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準備 再去辦理出境作業的手續 那旁邊呢 是往T1的Skytrain 所以整個障移機場 它的軌道系統 我覺得算是蠻複雜的 我一時間還沒有罵搞得很清楚 可是應該也是全部都有連同關係 共用一個維修場 這真的是 這就是捷運站 好這個是T3裡面 那T3感覺明顯 就跟T2比起來 T3稍微好像感覺比較明亮一些 不過T2現在正在進行整建的工程 所以整建完成之後呢 搞不好T2又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行站 好我們準備去辦理出境手續了 這裡呢是T3的這個報道出境層 那整個風格蠻寬闊的 然後落柱的部分就是在行下的比較兩段的部分 中間是行李報告櫃台 我感覺也是稍微有點年紀的建築物了啦 那旁邊就是有一些商店 這個是星巴克 好然後一直往這個走道走過去 就會到我們剛剛做Skytrain的那個地方 然後往新耀張藝的方向前進 好我們要準備走到出境的地方了 那差不多這一集的影片 也差不多就會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去準備出境 等一下下一集 我們是要做新加富豪控的A350 去ARMS車單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新加富豪控的T3 那我們準備要去辦理出境手續 然後要搭乘新加富豪控的A350 到ARMS車單去了 那那會是我們這一個出國系列的第三支影片 那就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掰掰